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这些文章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比如说在亲朋之间 好友之间会相互的转发 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自己的健康 但是说实话这个里边虚虚实实 真假难辨 您比方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有关于肾结石的健康传闻 我们先来看一段有关的新闻视频 浙江的何先生就不太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 结果最近的一次手术 竟然从左肾里取出了420颗结石 结石不是最近才有的 20年前老何就因为腰疼去过医院 当时的诊断是左肾和输尿管结石 其实很多人都忌讳开刀 老何也不例外 于是他就选择了体外碎石的治疗方法 输尿管里的结石被打碎了 暂时就不疼了 但是这肾脏上的他也一直没在管 这倒好 这一拖就是20年 平时老何该怎么样 还怎么样 该吃什么 还吃什么 直到后来腰疼的厉害 才想起来去医院拍CT检查 这医生看到CT是吓了一跳 这老何的左肾已经被结石给攻占了 必须马上手术治疗 这次手术也是把主刀医生给惊着了 从老何的左肾取出了420颗结石 这也是职业生涯的头一刀 那这老何体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结石呢 老何后来回忆说 他没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 就是爱吃豆腐 不爱喝水 我估计很多人看完这条新闻之后 惊得已经把嘴巴张开了 什么 多吃豆腐难道会长出结石 而且会有那么多的肾结石 看完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 我不太相信 一说起吃豆腐了 就是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的一些往事 常老师 您记得咱们60年到62年 自然困难时期那时候 一听说富士店来豆腐了 赶紧就跑去排队 然后回家派个人回家去拿本 拿票 当时那一剃豆腐是24块吧 差不多 一买就买12块 然后买回家以后上顿吃下顿吃 今天吃明天吃 直到现在我还特别爱吃豆腐难 我也没听说过 我也没见过因为吃豆腐吃多了 得得结石 我说这有点个例 所以我说这说法实在是不太可靠 是不是 有道理 那小周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是容易得结石的 因为我本身就特别爱吃豆腐 刚刚袁叔叔也在说 比如说像豆腐脑 豆浆 包括零食当中的豆腐 我也特别爱吃 豆干 豆干 还有那个现在辣条 其实都是豆制品 对 我一周差不多吃三到五回 但是后面我就不太敢吃了 因为我去医院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说我有肾结晶 肾结晶其实就是肾结石的前兆 那所以我是觉得 吃豆腐是容易得结石的 我觉得它说的有点不对 咱们说做豆腐 做豆腐以前的话 最早也是卤水点豆腐 对 卤水就是盐嘛 对吧 盐水的这是 那个后来也有用石膏点豆腐的 那石膏那才一点点含量 所以咱们这个豆腐 豆制品它本身含着钙的含量就不多 对吧 完了你这个吃着豆腐的话 就算是有这个尿酸会偏高一些 但是它这点酸性和你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钙 它形不成那个什么草酸钙之类的这个沉淀的物质 我觉得这个反正是爱吃豆腐挺好的 没错 不要担心有什么会得结石的这个风险 所以说到底有关于肾结石的这么多的一些健康留言 到底是真是假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 帮助大家来明辨是非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李建兴主任医师 欢迎李主任 你好 李主任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李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相当于是一个法官 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难解的问题 希望您来帮助大家给一个很明确的答复 刚刚其实我们大家也在分析 说这个爱吃豆腐容易得肾结石 先来明确一下 这个问题到底是真是假 好 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豆腐说这个锅我不背 对 那我少吃了好多豆腐 回去补上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要明确结石是怎么回事 泌尿器结石它的相关的因素是哪些 然后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种说法 为什么是错误的 那泌尿器结石的形成 实际上我们解释说是人体的异常矿化的一种表现 我们正常体内呢 尤其尿液中有很多的形成结石的因素 比如说草酸盐 比如说确实有钙 那也有很多抑制结石形成的因素 比如说金颜酸盐 比如说鎂等等这些 那这个平衡打破的时候就容易形成结石 结石呢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是含钙结石 那含钙结石呢 我们主要的是草酸盖和碳酸盖 这两种成分的占比呢能达到80% 哇 这些都是真的肾结石对不对 这些都是真的肾结石的图片 好正名 那我们的嘉宾刚刚我在后台也听到了 就是说有的担心这个豆腐里面含有钙 实际上呢豆腐脏当中含的钙含量并不是太高 而且呢钙摄入到我们体内 在消化道当中呢与草酸结合 那就减少了草酸的吸收 实际上反而会降低结石的形成 所以吃豆腐跟形成泌尿性结石没有关系 其实大家主要担心我们平常常吃的 这样的一些食物会不会引发肾结石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条留言 您看说喝有水够的水容易得肾结石 这个观点是对是错 袁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家既然没有泽来水 院子里都没有 得像胡同里边有一个公用的水管 去挑水 胡这个壁就会结成厚厚的一层 我们要水碱 就得拿那个铝勺的铁勺的去卡着去 实在太硬了 就拿杆椎往下凿 两三个月就得凿 好厚的 挺厚的 你说唐老师咱们喝了那么多年 七十年的这个北京泽来水 我真没听说过 谁因为喝北京泽来水 最后得肾结石了 我认为这争复成立这事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标准是 关键是它进入消化道 还是会不会进入到 血液和尿液当中 所以我觉得它如果进入到了 血液和尿液当中的话 它就可能会形成肾结石 如果它进入到 那它能不能进入到呢 我也是说 这是一个好学生 自己好学生 开始划圈 但是我认为就是 它既然这个水 它已经能 这个里面不管它有啥 反正它都已经能达到 形成水够了 说明它这个水本身里面 肯定还有 它只是一部分形成了水够 剩下这个水里面 可能还有这些 相关的这些物质 那我觉得它喝进去之后 它就会进入到 血液和尿液当中 所以我觉得它就会 导致肾结石 你看是不是 我这个逻辑上是顺的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进入到 是不是学霸 待会就要看 李主任公布这个结论 到底是对是错了 我现在动摇了 动摇了 再也没有听到李主任 这么深刻和详细的解释之前 就认为水够嘛 它主要就是碳酸铭呀 碳酸钙呀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是 和尿酸结合会形成 那个什么这个 这个结石的 但是刚才这一听了 这个 那个李主任的解释以后 我就认为 这肯定也是 可能跑消化道走了 对吧 完了 是这样吗 到尿里的是很少 到舍里的很少 估计可能是不会形成 你确定吗 他说 我确定了 你不抢草草了吗 你刚才不是动摇了吗 我这已经学习了这么两天 我其实很熟悉 应该是这样 好吧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 都是处在一个 半懂半未懂的状态当中 那我们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 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下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你看 又冤枉了 水 那碳酸钙 碳酸铭 能不能吸收 吸收在消化道 然后能不能进血液 那在血液当中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 确实是比较 影响比较大的 那能不能进血液呢 对 问题在这儿 就是水当中这种矿物质 这种离子的含量 它的高低 比如说 铭离子 铭离子 钙离子 这些 对 钾离子 它当中都含有 那我们在煮水的时候呢 就形成了一些碳酸钙 碳酸铭 实际上呢 这些碳酸钙 碳酸铭含量 还是很低的 即使我们喝到 我们的肚子里面 在胃肠道当中 也很难以原型 去吸收它 对您的结论就是 即便是这些 含有矿物质的水 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当中之后 首先到达的 还是消化道 而消化道呢 已经把绝大多数的 这些矿物质 处理成另外的一种形式 存在在人体当中 不会直接进入到 血液当中 对 那我们通过一个试验呢 让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的消化道 有多大的能力 来 请上道具 好 我们就通过 这组道具呢 帮助大家来理解一下 为什么喝了 带水垢的水 依然不会让这些物质呢 进入到肾里边 形成肾结石 来 有请李主任 好 我想呢 做这个试验之前 首先明确一点 水垢的含量 是比较低的 而且我们不会有意识地 喝带水垢的水 我们不会把那个水垢 给它弄下来之后 直接喝下去 那这个水垢的含量比较低 即使我们喝进去 会是什么结果呢 我们用这个试验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这呢 是水垢 就是自来水 然后烧了之后 形成的碳酸钙 碳酸酶 好 那这个呢 这一个就模仿我们的胃酸 这个呢 是醋酸 醋酸比我们胃酸要弱得多 即使这样呢 我们可以来给大家 通过这个实验呢 演示一下 这种喝进去的 比较少量的碳酸钙 在我们胃当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好 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 少量的水垢 然后呢 我们 醋酸比我们胃酸 要轻得多 对 弱得多 看看 水垢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们看看 吃进去之后 在我们胃液当中 就已经和酸发生作用 分解成了钙和碳酸 那这样的物质 不会再进入到血液当中 或者是沉积到肾里面吗 走这道 这样的物质 进入到血液当中 比如说钙进入到血液当中 通过肠道吸收 我们是正常 人体是需要钙的 它不是以原型 比如说碳酸钙 或者是草酸钙 吸收入血的 实际上呢 鎂是我们人体当中 我刚才讲的 诚实因素和抑制结实 形成的因素当中 鎂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我们人体 非常友好的一个离子 鎂的提高 有助于抑制结实的形成 行了 所以大家呢 不用担心 很少量的水垢 喝到肚子里面 不会形成 大家非常担心的 草酸钙 或者碳酸钙结实 好了 这回可以 踏踏实实地喝水了 有没有水垢 我们都不用太担心了 那我们下一条 有关于肚结实的传言 还是和饮品相关 我们来看 经常喝浓茶 容易得肚结实 这个说法到底是对是错 唐叔叔平常喜欢喝茶吗 非常喜欢 而且非常喝浓茶 因为我喝茶一般都是那种 原来就是说 那个什么 那个煮的那种 熬的茶 熬的特别的浓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说了 这老年人吧 这心脏血管病容易得 我本身血脂也稍微有点高 所以说人家说 喝这个茶呢 既能够降低血脂 又能够防止心脏血管病 所以我就喝得比较浓一些 我想一想 您喝的是不是 喝茶或者是普洱茶 对 黑茶是熬的 但会不会有肾结实的风险 我认为 只能对我这个心脏血管有帮助 不会得这个结实 人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 我爷爷他其实就是有肾结实 然后他非常喜欢喝特别浓的茶 而且是早上一起来 空腹他就喜欢 先来个浓茶 咕噜咕噜前一夜那个凉的茶 他就爱喝 隔夜茶 隔夜茶 然后他有这个肾结实 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真实的例子 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独家冠名播出 那李主任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长期喝浓茶 确实容易得泌尿性结实 好嘞 要少喝浓茶了 那我们说一说道理吧 为什么如果经常喝浓茶的话 反而会容易引发肾结实 我们成时因素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草酸 浓茶当中 它的草酸含量就会提升 我们喝到浓茶 胃肠道的草酸多了 就会导致尿液当中 草酸的含量增加 就比较容易形成 草酸盐 草酸鸡精 草酸盖 这是结实形成 罪魁祸首 所以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浓字上 那什么样的茶算是浓茶呢 我们录制之前 请我们四位嘉宾 提前泡好了一杯茶 袁叔叔平常就是喝这么浓淡的茶吗 正三小种就这么浓淡 红茶 这口味还挺重的 这是您的一个泡茶的方式 家宝你平常喝这么简单的茶 因为我比较懒 所以我平常最简单的就是放个茶包 茶包其实还是多浓多淡 我就喝多浓多淡的 那你回头看一眼人节的茶 我觉得它这应该是绿茶吧 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 它这应该挺淡的 我喝茶的浓淡是看茶的颜色 无论什么类型的茶 红茶我也就差不多 稍微比它深一点 因为我觉得茶的颜色太深了 我本身可能就会有一些抗拒 我觉得 是外貌系的 对 你看颜色 这是酱油吗 我也刚想说这是酱油吗 我这个一天喝这么两杯吧 这个是普尔 是熟普尔 对肠胃好 这个喝 你不信尝尝 没有太 看见颜色深 但是味道不是很浓的 您都把两个碗贝给吓着了 太大一会儿不吓 好吧 那我们请离这儿来评判一下 我们判断一个茶是不是浓 首先要查验观色 但是我们观察颜色的时候 要同一种茶叶茶之间去比对 就你不能绿茶和普尔茶去比 对 就绿茶跟绿茶比 对绿茶 花茶泡出来颜色都是比较偏淡的 那红茶 普尔茶泡出来颜色 都是比较偏红的 所以这两者之间不具备可比性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 同样量的茶 如果我们泡的时间比较短 它茶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 但是茶的那些草酸 柔酸 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它就比较好 喝上去比较甘甜 那如果要泡的时间比较长 里面的柔酸 草酸都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再喝上去 是一种苦和色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每一杯茶的 里边放的茶叶的量 一般来讲 我们比如说喝绿茶 我们是一笔五十的这种量 浓度 如果是喝红茶 我们是一般一比四十的这种投放量 如果是喝乌龙 就是一比十五 一百五十毫升的这样子的一个盖杯 一般我们建议 如果是红茶了 我们可以放到四克 一点点 好 这就是四克的量 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展示 我们用这个玻璃杯 代替一百五十克的这个盖杯 四克其实就一点 好 来看一下 这是四克 一百五十毫升的水 泡出来的茶的各种情况 好少啊 建议喝淡茶 再加上你刚才提到泡的时间 也要掌握 泡的时间比较重要 好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要是长期喝浓茶 包括长期喝浓的奶茶 都是有可能会得上肾结石的 那其实呢 这个肾结石的出现 除了跟日常的饮食习惯相关呢 还是和很多的生活习惯 也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很多人就说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 改变生活习惯的方式 或者是增加运动的方式 来排除肾结石呢 咱们来看看下一条传闻 你看说 跳绳就有助于排除肾结石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呢 我觉得肯定是不对的 它怎么可能是对的呢 就是我觉得这听起来 更像一个偏方 那你说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跳绳有没有助于 就是说什么为时往反流啊 跳绳有没有助于什么呢 随便说呗 所以我觉得它针对性的 这种对应镜 应该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你说的时候人家频频点头 就被我带这样的 你同意他的参访吗 人家 我觉得是这样啊 要看这个结石的大小 那如果长得像鸡蛋那么大的话 因为有一些不是都会靠碎石 才能碎出来 那么大 你不可能突然跳两小时出来 特别小的那种 就像结晶 就是刚形成的那种小结石 我觉得倒有可能通过跳绳 然后排除体外 它刚好卡在那了嘛 但如果大的话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个就是像你说的对了 其实这跳绳和这个排这个肾结石 就是说你特别细小的那种结石 就像你喝水就出来了 也用不着跳绳 可是你大的呢 你再跳它也出不来 那您怎么 所以说我就认为这跳绳 对于这个排结石没多大的作用呢 用不着跳绳 而且有时候你要不大不小 正好卡在那了 对吧 你再一剧烈运动 加重疼痛 有道理 咱都不好 所以我说还是要不然就多喝水 要不然就别动 程老师我跟您说 我给您来一个现身说法 就是三年以前我在做体检的时候 他说我照那个B超的时候 说我这个膀胱里边 有两个小的膀胱结石 0.5乘2.5的 后来我问大夫这怎么办呢 当时也没有任何反应 也不疼啊 也没有感觉 他说你这样 回去以后呢 尽量多喝水 我说我不喝那个白水 他说那就多喝茶 所以我说为什么 茶有助于排呢 茶沥尿嘛 对 茶能沥尿嘛 夏天一天吃一吸过 多喝吸吧 我说还有呢 他说还有就是 可以跳跳绳 不用那么快啊 这次是不用飞着玩命 跳慢一点 后来我就按大夫说那个办法 一个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有一次在小病身 我听见巴哒一声 有个轻微的响声 我想会不会是排那个 结石 掉出来了 会有结石呢 我把尿液倒掉以后 拿那个清水冲了一下 我那手一捏 大概有 比小米链要大 比半个绿豆稍微小一点 我手那个是灰黑色的 以灰色为主 我点半天根本点不动 什么叫结石 我都知道了 特别特别硬 就跟接上那些石头子 那小细那个石子 小细沙子 就那种那个粗粒沙子 就那样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你还是喝水太多 所以还是水排出来的 不是跳出来的 是水冲出去的 不是说到松脑齐下 那咱们来看一看 李主任您给一个结论 这个说法到底是对是错 跳绳真的能够有助于排出 肾结石吗 这一个档案它具有不确定性 可以说它对 可以说它不对 为什么呢 刚刚几位嘉宾 也都描述了结石的大小 描述了结石的位置 描述了结石的形态 那都跟这一个档案 有直接的关系 大家进步是飞速的 对 我们可以让大家看看 这类的结石 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好 来我们可以一向倒计了 这个结石 0.5个厘米 也就是说5个毫米 它是有希望能够自然排石 或者是通过我们运动之后 排出来 那跳绳 刚刚大家讲了 属于我们运动 蹦跳 可以把这个小结石改变位置 促进它的排出 如果这个结石超过6-7个毫米 像这样的直径 已经到了一个厘米 这个时候 它就容易卡在树脚管当中 比如说我们树脚管 起始的部位 剩于树脚管连接的位置 跨越卡血管的部位 中段和下段交界的位置 对 然后进入到膀胱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膀胱壁断 这三个位置 都是生理性的狭窄的位置 那结石在这三个位置 很容易卡住 尤其是6-7个毫米以上的 形状不规则的 这样的结石就比较难排出 因为剧痛 对 伴有剧痛 然后导致剩余胸管筋软 剧痛的症状就出来 而且后腹膜刺激 可以伴有恶心 呕吐 划伤我们的 泌尿系统的黏膜 还可以造成血尿 如果这个结石比较大 像这样子的 就像大扁 都有那么大了 你即使在活动 它也很难排得出来 那我们有的肾结石 像这样子的 填满了肾余肾斩 像这么大的石头 你通过跳绳 也不可能把它排出来了 当然这儿明确一点 这是一个珊瑚 一个我们和结石大小形状 非常相似的 我在这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另外一个 也跟我们的部位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些小结石 如果在肾小斩里面 尤其是在肾下斩 像这样的小石头是吗 对 在小斩里 尤其是在肾下斩 它就比较难排 那它就像肾上一个大口袋 小斩是一个小口袋 而且是开头冲上的一个小口袋 这样子就比较难排出来 就等同于石头要跳跳跳的 从底下跳到上面来 还要准确地跳到这个口里 对 这个几率真的是太小了 所以跟结石的大小 跟结石的形状 跟结石的位置都有关系 所以等同于就是 一旦有了肾结石 到底要不要跳绳 我们就得听医生的 对 医生看完毕超说 你这个可以喝水跳绳了 那我们就好好地去完成这个工作 也是可以能够尽快排出 一般情况 如果在 如果毕超爆就一个肾结石 六个毫米 五个毫米 再告诉你 在肾的中上部这个时候 或者是在输尿管里面 这个时候都是有希望 通过跳绳 通过多饮水 来促进结石的排出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 好 再来看有关于 肾结石的下一个传言 肾结石不疼 就不用治疗了 大家认为这个说法是对是错 对 我认为是对的 好像说得非常肯定 没错 怎么这么仔细 我这几年吧 反正体检 我不是在肾上 是在那个胆上 胆上有结石 人家有时候胆结石 要疼起来也很厉害的 可是我这两年 每年体检 大概都有个小胆结石 不疼 我就没管它 一直这两三年 我也没治疗 也没干嘛 也没什么事 不影响吃 不影响喝 也不影响活动 所以我觉得 不疼就别去治了 治不了 到时候的话 更严重了怎么办 我一定得跟唐叔叔说 因为我觉得 这就非常老一辈的思想 就是我的 很多长辈也是说 这个事我不疼 我就不去治了 我觉得任何病症 都是早发现早治疗 然后早解决它是好的 对吧 你说 你说这个不疼就不治了 就等于掩耳盗铃 等到你再发现的时候 可能就亡羊补牢 为师一晚了 我们两个老年人 大概观点一致 去年 12月份我做提前 膀胱里边那块结石还在 告诉我 有感觉吗 我说没感觉 疼吗 我说不疼啊 那治疗干嘛 慢慢你喝点水 多喝点水 多吃点西瓜 你去跳跳绳 慢慢它就掉了 你不用管它 所以我同意 这唐老师的说法 那难道这喝水跳绳 不算是治疗吗 对 我刚想说这个事 我说老师是看医生 是看医生 也不算是治疗吗 好吧 来请黎主任 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好吧 来请黎主任 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 好 这个说法明确的答复 是错误的 不能不管不治 对不对 对 六七个毫米以下的 比较光滑的 或者是圆的 容易排出来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多喝水 通过药物 通过跳绳活动 可以促进它排斥 其实这些都是 辅助治疗的方式 对 那第二个 结石不大 但是它的位置 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一公分左右的小结石 卡在了 松脚管里面 它卡在那儿 不动了 会造成梗阻 会引发肾余积水 会造成肾余内压增加 所以即使不疼 也需要处理 打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水池子 如果我们比较小的石头 很顺利 水龙头一开 就把它冲出去了 没问题 通过多喝水 通过活动 或者是自然排斥 那这个石头 如果不大不小 就卡在这个下水 到管子里面了 水龙头一打 这个水就酿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去疏通它 否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结石非常的大 卡在了肾脏里面 这个时候它也不会引发 剩余肾余肾余管的 这种经软性的疼痛 依然需要积极的治疗 从我们各种的 这个临床数据来看 这种结石 它可以产生慢性炎症反应 对肾脏功能 产生一个慢性的损害 而且结石长期刺激 还可以诱发尿路上皮 磷状化生 甚至产生一些恶性肿瘤 对 甚来 那我们临床上碰到的 结石合并 尿路上皮肿瘤的 或者是合并有磷癌的 往往都是病死在 十年 二十年以上 所以这一点也需要大家 给予足够的重视 所以你这留这个小肾结石 干嘛呀 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对 时间长了的话 那小石头就会破坏 肾脏的组织了 你要么就是肾脏的功能受损了 要么就是干脆肾脏里边 已经恶化来变了 这多可怕呀 太得不偿失了 是不是 那所以如果一旦要是 发现了肾脏里边有结石的话 是不是就一股脑的 干脆就都把它取出来 是最好的 对 那这个想法 我想呢 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百姓 都会是这样想 有结石我就把它取得干干净净净 而且这种想法呢 我们医生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一次手术 一次治疗 把这个结石彻底取干净 让它彻底排干净 这是我们的初衷 但是能不能实现呢 因为我们肾脏呢 是一个肾鱼 然后有十一二个 或者是十二三个肾脏 就等于一个大口袋里面 有很多小口袋 那再打一个比喻 就像我们一个即使一厅的房子 这个厅很小 但是房间呢 有十多个 我们要想一次性都把它打扫干净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残留一点结石 对于肾脏功能如果影响不大 我们一期治疗可以告一个段落 但是我刚才讲了 我们的想法能把结石彻底取干净 这是最好的 而且呢 残留的结石 一定不能是在 树脚馆 在造成梗阻的这种位置 梗阻与感染 两个因素 双重影响下 对于我们的肾功能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简单理解 还是拿我们家做比方 如果我们家特别脏 每个屋都特脏 那您就消消气 慢慢打扫 分布打扫 如果说就这一个屋脏 那你就一鼓作气 把这屋给打扫干净了 但无论怎么打扫 咱们都得把过道给清理出来了 不然你这进出手影响啊 是不是 那肾结石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听说现在好像 对于这个清除结石 方法非常的多 有体外碎石的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在体内碎石的方式 那目前比如说 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段 是可以帮助到 有胜结石的朋友们 减轻他们的身体的痛苦 结石在六千毫米以上 但是呢 在两公分以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按你刚才说的 体外冲击波碎石 体外冲击波碎石呢 过去老百姓误称它为激光碎石 实际上呢 它和激光碎石是两个概念 那体外冲击波碎石呢 它是不需要住院 不需要麻醉 那门诊就可以治疗的 记住了 是两公分以下的 那如果体外冲击波碎石效果不好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外壳干预 通过软性松脚管镜 然后呢 可以不仅进到膀胱 可以进到松脚管 甚至到肾余肾展 这个时候呢 我们采用腔内碎石的办法 在输药管镜下 尤其是在软镜下的时候呢 它可以探查肾脏很多展 那碎石呢 这时候就是采用激光碎石 那如果石头结石再大 大于两公分了 微创时代 我们就要建立一个 从皮肤到肾脏集合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通路 这又是另外的一种操作方式了 我们叫精疲肾镜取食术 我们可以通过动画 让大家来看一看 现在的手术 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这个Needbook呢 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 一款微小的肾镜 它呢 可以从皮肤直接传刺 进到集合系统 那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把光纤 放在症状肾镜里面 这个症状肾镜的直径 只有1.3个毫米 非常的纤细 那超声定位 也是我们倡导和引领的 那在国际上 我们这一个技术 也是走在前列的 哇 好棒啊 那我们穿刺之后 摆放导丝 然后呢 建立一个 放置了一个跳 大家看 这个跳呢 就是从皮肤 到肾脏集合系统 把肾镜放进来 然后呢 把碎石器 可以是弹道 可以是激光 也可以是超声 把这个结石呢 给它打碎 大家看了 还有一个相邻小盏内的 小结石 我们不能给它取出来 够不到它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真状圣经呢 给它另外做了一个 很小的穿刺 然后直接到这个小盏里面 把这个结石呢 给它打碎 这时候我们碎完了 直接针退出来 不留任何的引流管 仅仅是一个针眼 做了最小的微创化 然后呢 建立通道的那一个呢 我们给它放置一个 引流管 这个手术就完成了 超声碎石 与弹道碎石 激光碎石不同 超声碎石 是在碎石的同时 利用负压系统 将碎石吸出体外 做到极客轻石 减少碎石过程当中 压力增高导致的并发症 所以呢 我们现在复杂结石 都可以建立一个通道 然后呢 需要配合治疗的这种 临近的小展结石 我们可以用 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 真状肾镜 来进行粉碎 David 我们中国的医生鼓掌 您太棒了 谢谢 谢谢 自主知识产权 也就意味着 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发 我们自己研发的 哇 太棒了 太厉害了 其实这是解决了很多 有圣结石朋友们的 很大的困扰 对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 除了要关心自己的 身体的变化之外呢 其实很多时候 还应该积极地 去了解一些科学的信息 不是说我今天看到什么 它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要多画一些问号 去了解它背后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要是不是特别肯定 不是特别确切的时候呢 也不妨都和我们的医生做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们的 健康之路节目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有问题 问专家 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非常感谢李主任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介绍 这么多宝贝的知识 谢谢 谢谢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